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法 其实对着你的人脸的话 其实你的人脸比如说额头这个pixel的颜色值 是不是恒定的 是在做轻微的变动的 因为你有这个血流量 你有一定的心跳 所以以前有工作 从人脸这个额头的这些颜色值变化 可以估计你的心跳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些信息在这个雕塑上面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这个区分 还有你们做training的数据来源是什么 对各个问题的数据来源都不一样 大部分来说我们research domain 有很多人在采集这个数据 然后采完了之后就公布给这个research community 大家都一起来 这些所谓的叫benchmark database 我刚刚讲那个imagenet就是stanford那个李飞飞他们组采集什么一个数据 这个是人工产生的吗 是 是 imagenet就是他们网上搜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要我要找写这个类 他们就做google image search 挑写这个类 挑上五万张照片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训练数据 你也可以用手机采集嘛 那就存在一个越用越聪明的问题是吧 对那当然是数据量如果越大的话 你肯定是学的会越好 所以数据量对最后的performance 影响非常非常大 这个alpha go zero 他不用数据自己跟自己下越来越越难 他不跟以前alpha go下的话 他是不是也可以用 他所谓的 他所谓的不跟以前学 实际上就是他不要 他不需要去search的一些弃谱 alpha go的话 目前还是需要以前的弃谱 来做value network的训练 对那样网络训练 但现在alpha go的话 他延了以前网络的 以前的这个chip都不需要了 他就两个人对待 因为这个东西的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规则是非常clear 到最后随赢这一点是非常清楚 因为他规则清楚 所以他总能从最后做back propagation 看前面到底该怎么下 最后才能最可能赢 因为他的好处是 两个电脑 他一秒钟可以下几千盘 不像人 对不对 这个效率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两个电脑不停下一天的话 他几万盘他就一下好了 他没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 你觉得用深度学习的AR最大的用途是什么 我们刚才想了 其实他的应处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eventually现在是 现在就是说传统的行业 比如说冰箱啊 这个TV啊 其实他们都认识到这个深度学习的作用 所以eventually你会发现 五年十年以后 其实你家里面可看到的东西都会变成智能化 所谓智能化 其实他都有深度学习的芯片在里面 做一些比较智能的事情 所以 这是从小的方面说 从大的方面说 现在最大的应用是一个是无人驾驶 还有就是医疗方面 有非常大的应用 就是帮助doctor 帮助医生做很好的诊断 还有没有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能理解深度学习给你的结果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你说的很好 就是现在通常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他结果 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结果 换句话说他学一个很复杂的方形 很复杂这么一个方程对不对 但这个方程里边他是怎么做到的很难理解 所以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方程学得不错 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这个方程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能学得不错 这点比较难理解 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个蛮大的困扰 所以今天打破一个科学 叫做Expendable可解释的AI 就是希望把这个黑盒子打开一点 看看他是怎么学习的这么一个 请input out of the map 所以这方面可能数学系的专家会更加强 所以这方面可能数学系的专家会更加强 我还有个问题 你们这个就是深度学习这个过程是你们来建模 自己参数让他进行深度学习 他没有就是深度学习自己可不可以 就像阿博哥一样自己进行设计 设计建模自己进行深度学习呢 我们所要提供的是整体的一个结构 比如说我告诉这个网络我需要有100层 每一层的参数是大概是5层5的参数 对不对 这些所谓的框架我需要搭了 搭完这个框架之后 我给定一个输入输出的这么一个训练数据 他就可以自动学习这个框架里面的参数到底是什么 但是还是需要你们给他一个框架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就是靠我们经验了 对不对 根据我们经验的情况下会最好 这是其实网织最大的value 就在这儿 因为真的学习起来就是其实是这个package 甚至网络它就有不同的package package它就会学自己的参数 我们最大贡献实际上是根据这个问题本身 定义这个框架是什么 你刚刚看到有一个很colorful的这么一个图 就是各种各样不同框架 这就是其实我们最大的innovation 就是我们shin learning 做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innovation 就是这些框就不同框架 因为一旦框架定了学参数 不是手动的事情 是电脑自动做的事情 但是下一步会不会他会自己定一个框架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不是特别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对对对对 yes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做程中 那个MAT function 有没有什么标准 最大的标准就是说在训练数据上面 必须要converge 在训练数据上面你能得到perfect的结果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测试上面 没有看到数据上面 它有很好的performance 所以通常在训练的时候 你有一个所谓的叫validation data set 就是少量的测试体 然后你在不同的训练中 你看一下测试上的performance 看看是不是它也在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这是目前能够做的一个方式 用validation set 来看看它是不是generalize 这些mapping function 就是我所谓的网络结构 我的网络就是我的mapping function 对吧 我相当于我用网络结构 来定义mapping function 的整个 structure 但里面的参数是由网络学出来的 所以这个mapping function 是可以连续的 还是可以离散的 还是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这个完全看你这个x和y怎么定义的 你的y可以是离散的 比如说vinary classification 0或低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连续的一个参数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superlution的时候 你的输入跟输出是同样为数的 对不对 你输入一个1000x1000 你需要输出一个1000x1000 所以这个flexibility是很多的 换句话说 只要你把一个问题定义成x到y的一个映射 不管什么样的y 甚至网络都是一个非常合适方法来做的事情 关键是有些比如说 网络推理是不太容易定义成x和y的 什么的映射 这就难了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允许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10点半下一场课就开始了 最后一个问题 好 请问你觉得人类的为了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有阿们的Go 就不需要电源 然后有自动驾驶人 就不需要开车 就是很多很多人 本来该可以做的事情 就以后都不用做 那以后人做些什么 人就设计机器人呗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 但现在有一个不同的discussion 说AI是不是会替代人类 会有会对人类造成比较劣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我觉得起码在我们这个解释论里面 还是这个解释论里面 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个所谓的强人工智能 所谓的强人工智能 真的只有强人工智能 才会对人类造成影响 但这个强人工智能 在将来30年或者40年 我觉得还很难很难 因为这个还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发展 但是弱的工智能 不需要担心 因为他只做的是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他只会下位置 他只会帮你诊断医生 他只会开车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但是强人工智能是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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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 谢谢